蔓延是已經蔓延了 上個禮拜我們講是廣州 今天是武漢 因為廣州是一線城市 所以它是480元降到160 有三分之二 就是降了三分之二 這個差不多 武漢是二線城市 所以它是從260降到80 那你說80能做什麼 所以這個事情一定會擴散 這表示說共產確實是沒錢 這個大概沒有疑慮 沒有疑慮 所以他們所謂的什麼 人口紅利消失了 後面也沒有太多的 那個經濟起飛的可能 引擎也出問題了 所以說他們的公務員 不但被減薪 還要被強制買房 還要被強制買城頭的公債 我都不知道他們的 他們可能真的知道他們公務員很有錢 以前可能貪了很多 這種事情在中國現在普遍在發生 為什麼每一次這個事情都在廣州 都在武漢 因為辛亥革命就是廣州跟武漢開始 不奇怪 白子革命的時候 第一個起來反抗的就是廣州的海珠區 然後跟武漢 所以說這個所有的東西它的走向 基本上好像都是一致的 接下來就擴展到全國 因為廣州廣東這些人 畢竟他見過外面的新事物 接收外面的資訊是比較多的 跟香港互動也多 也追找開放 可能明朝就開始開放廣州了 所以說這樣的地方的人 基本上他們自主性還是比較高的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 從抗暴反抗的事情 從這個民主的運動 從這裡開始一爆開 傳遍中國基本上是必然的事情 而且醫保不是只有我 是每一個人都有 只要每一個公務員 萃修人 他都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說這個事情應該 我認為會比白子革命還要厲害一點 為什麼 白子革命其實說真心話 就是一些比較有思想的人 大學生 知識分子 才會說我要自由不自由問零史 一般人都不會想到自由這個問題 等於說現在這一批是 本來都不出來講話的既得利益者 我只要活 我只要吃 我只要維持健康 現在我的這個東西 你都給我拿掉了 白子革命基本上是個理想 理想性 理念的東西 這是實際的東西 這是所有退休人員的實際的東西 下一步再錢再不夠 動到你的退休金 那是不是就翻天了 翻天的機會是很大的 中國人事不關急 高高掛起 事情關到我頭上來 只要有人發動 他一定會出問題的 而且你剛提到中國的薪資結構 共產黨的薪資結構 他其實薪水不多 他很多是其他的福利跟等等 他現在等於是實際 再給你砍退休金跟砍薪水了 是啊 是啊 所以他很多人說 他們工資減了三分之一 不只 因為他們的福利都沒有 福利都沒有 然後工資還減三分之一 所以現在的公務員 我認為下一波是公務員要出來 而且他現在連那個 嚴察所謂的非法兼職 他以前可能就放任你去兼職 現在這個也要延長 以前還說要 你們下班不夠錢 可以去開地地 開什麼的 現在查這個我就不懂 為什麼突然要去查這個東西 確實是有點奇怪 中國政府他們做事情 有些事情講不懂 好像有點去查 那個企業的稅一樣 挖酒菜挖回來 所以說他們現在你看 最好笑的是他們之前不是有一個導演嗎 他不是超生嗎 不是被罰了幾百萬嗎 然後他不是沒錢交嗎 所以他就分期付款 他分期付款還沒交完 有時候開放二胎 他還得進行交 中國人 中國笑話很多 最好笑的是他開放二胎 人口還是不成長 他在開放三胎 你知道現在開放什麼 說來台灣人你笑一笑 在開放私生子 他真的開放私生子 這不是我們在這邊開玩笑 他現在就是說 私生子也可以繼承 繼承你的財產 而且還不用付什麼 扶養 共產黨這些事情 他是匪夷所思的 因為他有一個目標 人口減少了 我要增加人口 增加人口他就把所有的東西 他可能想到的 你不覺得這個是最爛的一招嗎 私生子一開放 中國家庭就破 加速破裂 家庭真的要破掉 只要你有錢 我在外面可以 就可以真的可以亂來 有些窮女 不要窮的女人可能也願意 因為我幫你生孩子 我可能還可以繼承你的家產 所以把整個中國倫理 全部打破了 只為了你要增加人口 這個全世界都沒有人想得到 真的是沒有人想得到的事情 你說像當年溫家寶 4萬億救了全世界 也救了中國 4萬億 現在他那8萬億錯也沒效 很多人沒有辦法弄懂 是為什麼 這些我們在中國待過的 你就知道 因為根都爛掉了 根都爛掉 砸多少錢下去 砸10萬億晶片 晶片也沒起來 只要政府有政策 懂的人就開始說 開始來了 機會來了 可以貪了 所以為什麼 我們就教他們說做誰產呢 做開餐廳都來搞晶片嗎 他們不是傻 他們是眼光最好的人 因為中共的 其實他們的官員 絕大部分對科技是沒有概念的 所以中央有一個政策 要發展晶片 晶片 你只要膽子夠大 你懂一點 你就可以吃 來 我們也來做 然後我可以跟你分多少錢 所以說 為什麼幾十萬億的晶片補助款 基本上全部爛尾 這個就是說 當年4萬億可以救起全中國 甚至救起全世界 現在8萬億也救不了 10萬億也救不了 這個就是這個國家 根本已經都爛掉了 系統性徹底的崩塌 這個我相信中國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你剛剛講那個 那個只是他問題的呈現出來 現象而已 他表現出來的現象 下一步可能真的要動到催修精 我一直很關心 中國朋友說你們催修精 到底動了沒有 他說還沒有動 但是醫保確實動了 醫保再受不了 他再動催修精 我看中國就亂了 一定會亂的 所以習近平的問題 我相信剛剛問拜登講 大家覺得很奇怪 他居然他是當皇帝 他的權力通天下 為什麼說沒有人願意跟他換 他的問題真的是鋪天蓋地 太大 這個問題真的沒辦法處理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優質的節目